在不久的将来 人类因为一场灾难几乎灭亡 只有少数人类将就存活 剩余的人类又遭到病毒清洗 开始变得狂暴自相残杀 如同行尸走肉 直到出现了一批天生自带抗体的孩子 他们对病毒免疫 为了研究这些免疫人体的元素 神秘组织将他们秘密送到了一个迷宫里进行测试 多年以来衣食无忧 男主就是其中一个免疫者 这天他从一个铁笼里苏醒过来 围观群众看着这个男人 让他不知所措 吓得他快速向四周跑去 试图逃离这里 但周围全是高大的墙壁 根本无处可逃 旁边人对他哈声大笑 他一脸茫然 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 村长老白告诉他 自己已经在这里生活三年了 所有来这里人的记忆都被清楚了 没人知道为何来此 每一个月就会送一个人过来 并伴随一批生活物质 这里的高墙足足百米之高 无人能够逃离 小胖告诉男主 千万不要靠近墙壁内 里面有神秘怪兽出没 而就在这时 两个男人从迷宫里走了出来 男主很是好奇 不是不能进入里面吗 旁边的小胖介绍道 他们是飞毛腿成年 速度非常快 可以在里面探路 男主更加好奇了 便缓慢向他走去 这么大的迷宫里面究竟有什么 就在这时 被一旁的丧彪拦住了 并警告男主不能随意靠近 男主很是气愤 为什么不让进去 是不是你们想要困住我 忽然 洞内传出诡异恐怖的声音 随后迷宫大门开始关闭 原来迷宫内部有神秘怪兽 一旦被感染就会发生变异 里面的构造每天都会发生变化 唯独大门位置不变 每天晚上六点都会准时关门 他们称之为移动迷宫 怪物也因此出不来 晚上男主与丧彪摔跤 而这一摔 也让男主想起了自己的名字 但也仅此而已 次日 男主上山砍柴 突然看到一个脸色苍白的男子 二话不说就向男子发起攻击 嘴里还喊着这动力是造成的 男主也是很猛逼 挣脱束缚后 他向营地跑去 随后被赶过来的同伴将其制服 掀开他的衣服才发现 这人已经被怪物咬过发生了变异 没办法的村民 只好抛弃他 准备将他扔到迷宫内自生自灭 村民围成一圈将他赶入里面 就算他苦苦哀求 也依然没人帮助他 不是他们无情 因为一旦被感染 就会变成僵尸疯狂咬人 但这仍然阻挡不了 飞毛腿成员进入里面探路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迷宫内 男人拖着一个人往外转 眼看迷宫大门就要关上 村民着急地呼喊为他们加油 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去帮忙 因为里面有一只怪兽 显然他已经遭受到了怪兽的袭击 就在这时 男主托马斯看不下去了 勇敢地直接向即将关闭的迷宫内跑去 险些被石门挤成肉酱 困在里面的大壮无奈苦笑 这下又多了一个被困在这里人 因为迷宫大门每晚六点都会自动关闭 里面的怪兽一到晚上就会出来活动 没有人能活着在里面度过一晚 而就在这时 他们听到了怪物的恐怖声音 为了防止老白被怪物抓走 他们用藤蔓将它捆绑住 然后使劲拉到最上面 可进行到一半 怪物的声音越来越近 已经露出了身影 胆小的大壮 吓得直接丢掉藤蔓 向远处跑去 苦苦留下男主一人在这里 眼下已经来不及继续往上拉 男主只好先赶紧躲到藤蔓内 等怪物走开 他赶紧出来将吊住老白的藤蔓捆绑好 就在以为怪物已经走远时 不明液体突然滴落到男主身上 他回头一看 怪物就在他身后 他拼命四处逃跑 但在这乌七八黑的迷宫内 根本不知该往何处躲藏 一不小心就走到了死胡同 没办法的他只能抓住藤蔓向上攀爬 但怪物也跟随爬了上来 看样子是抓不到男主不肯罢休 而眼下已经跑到了石壁边缘 已无处可逃 怪物向他发出怒号 小样 看你往哪跑 随后男主一鼓作气 直接跳到了对面墙壁的藤蔓上 怪物则紧随其后 不料藤蔓发生坍塌 男主追落了下去 而怪物则被藤蔓缠绕住了 男主暂时躲过一劫 此时大壮也赶了过来 带着他快速逃跑 男主看着眼前的迷宫正在发生位移闭合 于是他抓住时机 向即将闭合的石缝之间跑去 引诱怪物过来追 男主则在闭合的最后一刻逃离过去 而怪物则被狠狠地挤压成肉酱 最终他们安全逃回到了基地 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事情 村民对男主的勇气也是非常佩服 只有丧彪对男主怀恨在心 因为他破坏了这里规矩 为了分析那只怪物到底是什么 男主和大壮趁白天再次进入迷宫内 他们从那只怪物身上发现一个神秘装置 上面有一个明显的数字漆 字母和物资上的一模一样 这让他们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 随后大壮将男主带到一间密室 上面布置满了他这些年探讯后的迷宫地图 但却始终没有找到出口在哪里 不过他们发现迷宫分成了八块区域 而这个装置上也有个漆 这两者应该有什么关联 于是他们决定再次进入迷宫一探究竟 但就在这时 传送铁笼里突然冒出一个女人 这让众人很是诧异 这还不到一个月 怎么就会有人被送来 他们走近一看 里面还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这是最后一个 而这也意味着 他们将再不会得到任何物资 等女人醒来 她也只是记得自己的名字 并拿出两管液体 却不知这是做什么用的 男主猜测这个东西 或许可以治疗被感染的老白 决定用这个尝试救治 但不料老白却狠狠抓住男主 同样说出这都是你造成的这句话 女主健壮 用另一针给他注射了上去 没多久 老白苏醒了过来 也恢复了所有记忆 他说这一切都是男主和女主造成的 你们是幕后组织的参与者 这让男主很是诧异 也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难道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 为了尽快一探究竟 男主和大壮拿着那个神秘装置 寻找迷宫中的七号位置到底有什么 他们在里面快速奔跑 穿越一层层石墙 过了很久 终于来到了第七区 这里空间很大 周围到处都是刀片门 一旦碰触不堪设想 就在这时 庄制开始出现异响 男主猜测这东西或许能够指引方位 他们根据庄制信号 来到了一块石门前 此时庄制也突然变成了绿灯 前面一层层石门也突然被打开 最里头有一个大圆洞 他们好奇地朝那走去 居然冒出红外线扫描了他们 可就在这时 周围突然传出诡异的恐怖声音 他们是感不妙 是那怪物出现了 迷宫内也开始发生卫影 两个男人在迷宫内四处躲藏 后面的怪兽对他们穷追不舍 前面的刀片门无规律地来回闭合 稍有不慎 直接隐恨西北 男主大壮没有及时穿过大门 两人只能在不同通道继续奔跑 终于在最后一刻找到一个还没关上的铁文 但危险还没结束 地面又突然开始踏起 一块大铁板险蟹砸中他们 地面与墙体发生着无规律的位置 他们只能拼命逃跑 最后来到一个即将闭合的石门前 两人握下身体 在最后一刻 逃离了这块区域 安全返回了营地 而到了晚上 更为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石门全部都一场打开了 不断传出怪物嘶吼的恐怖声音 一只只怪物从迷宫内涌现出来 向人群中涌去 村民在一片慌乱中四处奔跑 男主和女主跑进了一块玉米地里 只见怪物伸出长长的机械手臂 一个个村民隐恨西北 随后他们躲进了小草屋里 但这根本阻挡不了强大的怪物 老白一个不注意也被抓走了 等他们出来时 这些怪物已经吃饱离开了 村落暂时恢复了平静 丧彪则气势汹汹地过来追打男主 认为这一切都是他不守规矩引来的一桩桩怪事 而男主此时也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他想到老白是中毒后恢复的记忆 于是他用怪物身上的针头直接扎在自己身上 再用解药解毒 等他醒来 果然恢复了记忆 原来这一切真的是自己和女人造成的 他们在后台观察着这里的一切行为 但后来自己不愿继续做坏事 被他们关押了起来 送到了这里 他决定带领这里的村民一起逃离 但自从老白离开后 就由丧彪管控这里的一切 他们将女主捆绑了起来 男主也被控制在地上 丧彪试图将他俩送到迷宫祭祀里面的怪物 就在这时 男主趁气不意 与想一起逃脱的人前后配合 挣脱了束缚 他劝说其他人一起逃离这里 在这里就是等死 只有离开才有希望 最后只有一部分人跟随男主进入了迷宫内部寻找出口 几人快速奔跑 穿越层层石墙 来到了之前发现的洞口前 可等待他们的是那只怪物 但已经没有退路 他们合力迎战 拿着木棍涌向前去 与其展开了激烈厮杀 几人经过激烈战斗 一起将怪物推进了悬崖 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更多的怪物冲了进来 几人在前面对抗怪物 女主和小胖则带着仪器准备打开洞门 不料却出现了一个需要输入八位数字密码的开关 这是男主想到了之前大壮发现的迷宫八个区域变化的顺序 在慌乱中 大壮一次将八位数字传递给女主 而此时已经有不少同伴被怪物杀害 好在最后怪物被堵在了石洞门外 剩余几人走了洞内 他们穿越幽暗的通道 来到一处破烂不堪的实验室 像是遭遇了什么袭击 里面的工作人员都已经卧底不起 这时显示屏播放了一个女博士的影像 她说出了这一切的真相 原来多年以前 一场核战导致地球人类大部分都已经灭亡 剩余的人类随之又感染了一种病毒 而在他们这群人中 自带免疫系统 但只有将他们送到移动迷宫 在极端情况下激活他们大脑中的元素进行研究 但军队反对这一理论 杀害了实验室的人员 而博士则选择了自禁 话音刚落 一群武装人员出现了 将他们带离了这里 得救的他们即将乘坐飞机前往隔离区 但他们真的获救了吗 画面一转 女博士并没有自杀 擦掉脸上的假血 并宣称试验取得成功 准备进行下一轮测试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阴谋 单纯的孩子或许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 所有的行为都被部分精英分子掌控着 他们只能继续努力向前奔跑